我們在頸部這裡要很小心 我們不應該讓別人用外力 不管伸展或者是按摩 到底所謂的危險三角區 尤其哪裡 其實像我們的基本上的基底動脈 你比較不容易直接摸到 原因它是有這個脊椎保護著的 但是有一個地方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要買刮沙板 是很容易的 所以你到處刮的時候 你容易刮到的地方就是頸部 頸部其實有個很有名的名稱 叫做危險三角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危險三角大概怎麼區分 哪一塊叫做危險三角 危險三角就是叫你盡量不要刮 哪一塊從耳後到我們的下巴 到我們的鎖骨上緣 其實這個地方把這三個點 連成一個三角形的這一區 這一區裡頭住的就是 我們很有名的頸動脈 那我們先講兩個 算是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 有些人他不是去刮沙 他可能是去揉而已 揉的時候盡量第一件事情 至少你絕對不要兩邊一起揉 原因是有時候你真的剛好不信 兩邊的血管一起都壓住的時候 你腦部的循環暫時會有一點像缺血的那種狀態 那為什麼這個頸動脈的危險三角 是非常著名的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其實我相信有一些人有心血管問題 他會去心臟科或神經內科追蹤頸動脈 這時候醫生可能會跟你說 你的頸動脈有斑塊 你就可以想像到 當頸動脈本身有斑塊 他還是會黏著在我們的頸動脈內壁裡頭 但是隨著我們刮的過程 他有可能就剝離了 所以本來沒事的可能一刮完之後 這個小的這個斑塊就往上掉 往上掉之後就變成了所謂的腦中風 第二個原因是在這個地方其實頸動脈 有一個叫做頸動脈痘的位置 不是那麼容易被摸到 但是有些人在刮的過程 摸的過程真的就會摸到 頸動脈痘它其實是一個我們身體很重要的一個警訊 就是我身體可能血壓高了 頸動脈痘 發生的效果是什麼 讓血壓下降 讓我們的心跳減緩 所以有些人可能一摸完瞬間血壓上降 或者是瞬間心跳下降 反而產生暈眩或跌倒的狀況 所以還是要建議的就是 總而言之 這個地方盡量你在按摩的時候 要嘛就是很輕的去抚摸它就好 要嘛你就是完全的不要去按摩 你再跟我們講一下位置 耳后 下巴 耳后 肩膀是哪個位置 我們這邊有一個鎖骨 我們這裡會有一個突突的鎖骨 鎖骨的上緣都可以 所以你大概就是把這一區給連起來 鎖骨的中線上緣 那這個地方三個線連起來的 這一個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 頸部的危險三角 好 所以它是在前方 但是因為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了脖子等等 有時候會有痠痛的問題 如果說要用比較安全的方式好了 我們用最安全的方式 然後來幫自己或家人舒緩 可以怎麼辦 是 我先強調一下 脖子它這個區域的按摩或推拿 是醫療行為 所以千萬不要找不是醫師的人來操作 包括你要找中醫師 中醫診所最好是中醫師本人來幫你做 採安全 因為它那邊解剖位置太多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有個叫做 枕 這邊是危險的頸三角 那有一個安全的枕三角 大家可以在那邊透過一些熱伏伏方式 我來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現在這個是安全地帶就對了 對 安全地帶 安全的枕三角 對 我們如果一般在做症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摸摸看 然後挺胸吸氣 在脖子後面會有一個最凸的 這是屬於第七頸椎的一個肌圖 摸到之後它下面有個凹陷 這個叫做大椎穴 大椎穴是背部為什麼會容易痠痛 有時候是肌肉 肌肉引起的話 其實你就是用毛巾熱敷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肌肉叫做斜方肌 所以它有上中下三點 上面的斜方肌 它是跟這個肩膀做一個連結 那中間下面就是連到下面的脊椎的部分 所以這個就是屬於一個肌肉的起點 這個起點只要鬆了 你整片肌肉都會鬆掉 所以重點是在大椎穴這個位置要把它放鬆 對 它這個是一個算是枢紐 所以我們所謂安全的 像整三角什麼位置 就是脖子後面髮際線 一直到我們肩膀的肩胛骨內角 甚至是斜方肌的終點的肩頸穴 就這三角形裡面 你都可以用一個40到42度的熱水 然後我們一樣在夏天就是也是可以做熱敷 敷的時候你可以就是多補充溫開水 然後讓這邊的肌肉放鬆 所以肌肉疲勞的肩部酸筒就可以獲得改善 剛剛那個位置就是大家很容易中暑刮沙的那個位置 所以相對是還可以嗎 你再講一下比較安全的位置 刮沙的位置其實跟這個整三角很類似 整三角是從這個髮際線一直到我們的肩胛角的這個三角形 那刮沙的話會沿著脊椎兩側往外 它是一種泄氧氣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身體有熱氣 這種的肩頸磚痛 刮沙可以解決 刮沙就不算醫療行為 大家在民眾在家裡自己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你要推拿按摩 甚至是針灸的話 一定要醫師來執行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